終於要來教今年的兔子氣球啦 今年是兔年 所以呢我們要教一個很可愛的兔子 那這個兔子呢 會有一點難度 所以如果有一些基本技巧不會的可以往回看 就是像熊耳結呀 還有雙砲 那基本上熊耳結雙砲會了之後呢 再來就是他的腳會比較難做 所以等一下 大家可以多練習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就開始吧 兔子的話我們會先需要用到 四條氣球看你要用什麼顏色的兔子 就四條一樣顏色的 做兔子的 一整隻的兔子的部分那還會用到其他的 就是 要一條 他的鼻子啊你鼻子用紫色啊或者是淺藍色什麼都可以 那我用的是桃紅色那你可以找那種就是氣球快斷掉的就是 就是已經斷過的剩一節的 一小節你就拿來做鼻子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他的眼睛眼睛大概 半條白色的氣球的長度就可以了 那做完一隻兔子之後呢我們還可以幫他加一個蘿蔔 蘿蔔就是 一條綠色 加上大概三分之一條的橘色就可以了 好 兔子呢我們先做他的耳朵 把氣球罐了 留一點點的長度 留一點點就可以了 那這一點點是為了用來打結的 打結 然後把氣 捏平均 然後 對起 對到最上面 這樣子 兩邊一樣長之後呢 壓在一起 這個等一下是兔子的耳朵我們先放旁邊備用 然後我們要做他的頭 頭的話我們大概灌五下 五下 從他的鼻子開始做 鼻子的話我們要先做三個熊耳結 那三個熊耳結我們就先用 兩個單炮 然後他的頭的地方呢 拉過來 攪在一起 攪在一起 這樣子 做成雙砲 然後這個頭呢 從中間塞過去 這樣子他就 固定了就不會跑了 再把這兩個泡泡呢 同時做成熊耳結 這樣子 這是兩個熊耳結 那我們再做第三個熊耳結 這樣子 這樣就有三個熊耳結了 這樣就有三個熊耳結了 再來我們做他的 這是鼻子 然後我們做他的臉頰 臉頰的話我們要做四個單炮 那都是大概四根手指頭的產品 這樣子 兩個 三個 四個 那你前兩個 一大小不一樣還沒關係 那你對回來的時候 要對稱 上面這兩個對稱 下面這兩個要對稱 一樣長就可以了 這樣子 再來換他的 這邊 這邊是他的臉頰嘛 再來換他的額頭 那等一下額頭 拉過來的時候呢 這邊我們要把 耳朵放進去 所以我們先 做兩個 也是大概四根手指頭長度 然後呢 把這個耳朵 繞過去 繞過去之後呢 繞回 後面 後腦勺的位置 就是兔子 的部分 那 這裡呢 我們 繞回來之後呢 做一個 熊耳結 那位置就在 這個的中間 中心點 單炮之後呢 做成熊耳結 他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兩個 四根手指頭長的 然後跟一個短的 再來做熊耳結 繞過來 最後就會這樣 先看得到兩個耳朵跟鼻子了 再來呢 我們從底下開始 我們這個底下這裡就當他的脖子好了 所以假裝是他的脖子 從旁邊 先一個 兩根手指頭長度 那記得這個耳朵是在後面喔 往後壓 然後前面也會繞 兩個四根手指頭 這裡 兩個四根手指頭長度的繞過去 一根 打到中間 那第二個從旁邊也是 四根手指頭 再來呢 再來呢這裡 也是 兩根手指頭 兩根手指頭之後呢 最後會剩下一個球 就把它 繞回剛剛的熊耳朵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 放到裡面去 這裡就是一個熊耳結 然後 他頭的部分就完成了 再來呢 我們要先做他的腳 然後再用身體固定他的腳 腳的話比較難 我們要打三下半 三下半的長路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跟剛剛的鼻子一樣 我們要做三個熊耳結 可是我們這次要做的比較小喔 一個 兩個 我們先把兩個 綁在一起 然後把 中間這條 穿過去 固定 再把這兩個球 轉成熊耳結 兩個了 之後呢 我們再做第三個 就是他的腳指頭 再來我們做一個小小的 單泡 然後下面再做個熊耳結 好 這就是他的腳掌 這就是腳掌 再來呢我們這裡要做一個 環節 小小的環節 再來做一個單泡 跟熊耳結 對 這樣就做了一半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等一下從這裡開始 左右是對稱的 因為他兩隻腳要對稱嘛 所以我們這條過來之後呢 從這裡開始對稱嘛 右邊這裡 做一個 熊耳結 好 下去一個單泡 再一個熊耳結 到這裡囉 左邊熊耳結 右邊熊耳結 再來左邊環節 右邊也要做一個環節 再下去呢就是 單泡跟三個熊耳結 單泡 然後一個熊耳結 兩個熊耳結 三個熊耳結 三個熊耳結 剩下的氣就不要了 我們就可以把氣放掉 它是對稱的 然後這裡呢 這個熊耳結我們要塞到 這個環節裡面 就很像我們之前教的狗一樣 有沒有學過有沒有 如果有看過影片的 就知道要怎麼塞 大拇指 壓 然後呢 四隻手指頭用旋轉的方式 像齒輪一樣的 讓他 往外 他就不會摩擦 就比較不會有 破掉的機會 看這邊 他的腳就先完成啦 再來換他的身體 身體 大概灌一半左右就夠了 那我會灌的場 因為我等一下是連手就一起做了 我們身體做完之後會先剪掉 然後後面就是手的部分 那身體呢 我們從脖子這裡開始接 剛剛脖子是不是有熊耳結 整體呢我們就直接把腳從下面 把腳 從下面放過來 然後 繞過這隻腳 就做一個環節 繞過他 再綁回脖子 中間要稍微留一點點的空位 等一下要放手 中間稍微留一點點的空間 等一下要放手 繞回他的骨 好 多繞幾圈他就會固定了 再來呢我們把後面剪掉 這邊呢等一下是要做他的手 那手的部分呢我們就從中間 穿過去 然後呢 往前繞 繞過他的身體 看兩邊可以碰到一起的地方 轉起來 轉起來 轉起來這樣子 到不來會碰到 轉起來 那這邊要做三個熊耳結 一個 兩個 三個 然後面 後面就用不到了就剪掉 好 然後現在會發現呢兔子他一邊的手是打結的 一邊的手是三個 熊耳結 我們就把這個打結的地方 跟三個熊耳結的地方綁在一起 隨便繞 繞他綁緊就可以了 這是兔子的形狀 好這是兔子的形狀 那我們再來要做他的眼睛跟他的鼻子 那我們先做眼睛 眼睛我們會拿到白色 只需要一點點 大概一半到三分之一左右的長度 我們先做一個 繁 繁鞋 我們不用急的先綁 我們做兩邊一樣長的再綁就可以了 這樣會比較好抓他一樣大 一樣大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頭 綁過來 穿過去 有穿過去他就會固定了 那我們後面剪掉之後呢 再把他打一個結就可以了 後面剪掉 這邊打結 打死結 這樣子 就一樣長然後我們把他 轉在一起 做他的 眼睛 那你也可以用圓球做眼睛 可是我們通常在做的時候 我們手上只有260 這種長條氣球 所以我們就直接拿這個來做 然後從他的眼睛這裡 洞 塞進去 一個塞過去就可以了 從另一邊拿出來 他的眼睛 那鼻子呢 我們要把他 這三個熊尾結 分成上面兩個 跟下面一個 上面兩個 下面一個 那上面的地方呢 這個洞 我們就要放一個 圓的尾巴 我們 如果氣球他斷掉 不是常常會剩下一點點吧 這樣 就這樣 剩下一個 斷掉的尾巴 然後呢 掛一個小小的球 擠到最上面 圓圓的就可以了 就這樣圓圓的綁在他鼻子的地方 好 好兔子就做好了啦 我們再畫個眼睛 加個紅蘿蔔他就更可愛啦 好 我們先用綠色 灌三下 三下 三下之後呢 我們要做三個 環節 我們一樣嘛 我環節就是 為了讓他一樣大 我們就先 做好之後呢 兩個一樣長的 綁在一起 然後記得要穿過去 然後再一起轉 他就一樣大了 然後第三個 一樣大 下面呢 我們稍微捏掉一點 然後呢 從他的手 手這裡 攤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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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底下呢 我們也可以再 轉一個 小小的 結之後呢 我們再做 一個小米結 三個 三個小米結 剩下最後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把氣 擠過去一點點 撥一點尾巴 那上面我們要做紅蘿蔔啦 紅蘿蔔呢 我們看你要多長多短都可以 有人喜歡很長一點的 可是他比例就不會那麼好看 如果 長到 超過兔子本身的長度 那就會太長了 所以我們大概抓三分之一的長度 我們可以短一點沒有關係 短一點的然後我們 綁到上面上的紅蘿蝶片 紅蘿蔔就出來了 他的 那我們再幫他 畫眼睛 眼睛畫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 幫他的紅蘿蔔加上幾條線 這樣看起來就會比較像了 這樣看起來就會比較像了 我都可以稍微調一下 這就是兔子呢 他有喜歡什麼樣的造型 想要我教的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福事實在叫我 好嗎 好嗎 好嗎